今年的大韓 南韓又變成一片銀色世界 大陸冷氣團南下 讓南韓全國突然降下大雪 周三的首爾還在一個小時內就下了三公分的雪 不少上班族出門沒戴傘也沒戴帽子 被這場突如其他的雪嚇了一跳 這波冷氣團持續到周四 首爾的體感溫度低到只有零下13.7度 不只首爾 江源道的積雪還超過三十公分 不僅道路全被大雪覆蓋 路面又結冰了就怕發生事故 南韓氣象廳還發布了大雪警報 為了避免道路結凍引發車禍危機 首爾還緊急出動九千多人 投入一千多輛儲水車來排除道路積雪 南韓氣象廳預估這波冷氣團會滯留到週五 呼籲民眾慎防激動天氣危害 體育野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